哈喽大家好 今天做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食谱 有时候太忙又不知道做什么菜 今天我们就做一个懒人食谱 首先准备3个鸡蛋 将鸡蛋洗干净 打在碗里 将鸡蛋搅拌均匀 然后准备一把香葱 葱的分量给多一点 这样做出来的食谱更加香 将葱切成葱花 将切好的葱花放入鸡蛋里 再准备一包榨菜 将榨菜也放入鸡蛋里 将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 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将榨菜切成粒 准备后就可以开炉了 锅肉倒入油 再准备准备几粒蒜头 将蒜头拍扁 将蒜头切成碎 再将它放入锅里 将蒜蓉炒香 再放入干虾皮 将虾皮炒香 大约炒一分钟 你闻到虾的香味就可以了 将炒好的干虾皮也放入鸡蛋里 再将虾皮和鸡蛋搅拌均匀 再将虾皮和鸡蛋搅拌均匀 因为榨菜大有辣 咸和甜 所以调味料就不用放了 材料整备后就开炉了 锅肉倒入油 酱油平均地铺在锅里 然后将鸡蛋倒入锅里 将鸡蛋上面的榨菜和虾皮铺平 大约煎两分钟 煎的时候不用移动鸡蛋 两分钟后将它反过另一面 反的时候尽量小心一点 反过来后再煮它一分钟 煎的时候也不用移动它 一分钟到了就可以了 这个鸡蛋煎饼就做好了 这个视频你喜欢吗 如果喜欢帮忙点个赞 有时间给一个留言或者是评论 我会递时间回复你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按一下订阅 这样你就每一天可以看到我的视频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鸡蛋煎饼 够后的一层鸡蛋饼 香辣好吃 在边上放一点香叶 鸡蛋煎饼完成了 好了今天这一节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再见 谢谢你的观看 谢谢你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